中央政治局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那其中稳外资也是被提上了纲要 同时中美贸易谈判之中 进一步向境外资本开放市场 也成为了主要的议题 那么相关消息如何解读 对市场有何影响呢 我们立即来连线 Ignace Asia资深财经评论员 李谦文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哈喽 谦文你好 主持人 你们好 今天我们想跟你先聊一下 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他在最近的采访中就说 中国准备向美国让步 而其中一条就是承诺开放这个市场 让外资更大程度的来入场 那么市场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还有什么样的担忧吗 的确是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贸易战的谈判 以及进入到了攻坚阶段 但是中美两国政府显然在 是不是要与公众分享进展的这种意愿上是大相径庭了 那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商务部长罗斯 单方面有一些细节的公开 我们姑且可以解读为是特朗普 希望就是展示一种阶段性的这个会谈的成果 同时也是在测试舆论与公众的反馈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看到罗斯的这个政策焦点 其实都是他团队一以贯值的方向 没有太多的变化 我们现在看看他说了什么 那罗斯在接受这个CNBC的时候 访问的时候就提到了两个重要的进展 一个就是中国有可能会改弦更张 在制造业和科技也不再刻意追求 中国制造2025计划 那康普政府其实一直以来都认为 这个计划是对市场公平竞争的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因为政府有可能会补贴国内的企业 强迫这种外国的合作伙伴进行技术的转移 那其中他更进一步提到了希望开放外资 进一步进入这个中国的市场 那现在我们观察到有一些猜测 就是中国制造这个2025的修订版本 有可能只是会换康普换药 那虽然内地官方近日已经比较少的提及到了 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概念 那可以预计中方是不会全盘妥协 来牺牲这个经济的长远的发展 中央有可能会改变策略 尝试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达成远远的目标 在同时扩大市场转入其实只是一个策略而已 那我们知道鼓励外国资本参与 是有助于减轻外国对整个中国制造2025的担忧的 那如果这个新计划可以破批呢 是有可能赢得一些外商企业的支持 进而来通过他们来说服特朗普政府中的部分官员 来相信北京其实是做了有意义的调整和让步的 那具体更进一步的行业开放会发生在哪些领域呢 目前其实还不太知晓 中国已经在金融服务业做出了持续的表态 欢迎外资的进入 相信之后更多的开放会集中在制造业 那另外一个罗斯提到的中国的承诺呢 是同意消解美国制造本汽车的这个进口的关税 并且恢复进口美国的大豆 但它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 目前啊我们看来这个大豆的购买 已经在中国的采购清单上了 那路透社也是报道说 这个中国在周三呢已经购买了 差不多150万吨的美国大豆 那另外有这个欧洲的购义商也表示 中国其实正在寻求购买总计 250万到300万吨左右 这个300万吨的美国的大豆 那中国商务其实并没有否认这个动向 而且是在最近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打记者问当中 其实也提到了 就是说大豆一直是中国进口的 这种美国弄产品的重要品种 目前是没有细节的通报的 那有一个看法 目前我看到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是因为有一个说法是 美国的经济现在已经接近 最高的生产能量 这意味着它有可能会无法 生产出我们所谓的这个 足够多的新产品 满足中国的需求 尤其是在短期之内 那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很有可能会停止 像其他国家销售飞机啊 大豆这种主要的出口产品 而只卖给中国 这其实对美国的影响 会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缩小 但美国和全世界的这个贸易逆差 保持不变 因为我们再看看现在美国要求的 这个贸易逆差减少的目标 是希望通过中国这个进口 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相当于现在美国每年对话 贸易逆差的一半以上 其实还是比较难实现的 就是 那下面想跟倩文来讨论一个数据 中国11月的FDI同比是大降了26.3% 也是为13个月以来首次同比负增长 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一个数据 它是否体现了外资的态度 现在是依然审慎的呢 那商务部昨天公布的这个数据 的确是引起了一些担忧的 那因为13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 是不是说明外资直接的投资出现了风向上的变化呢 但我们目前看到这个来自商务部官方的解释是说 其实中国在实际使用外资的方向是基本保持平稳的 尤其是在高科技技术和制造业保持比较强的增长的态度 那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11月的大幅下滑的情况出现呢 主要是因为去年同期的基数会比较大 在去年的12月11月份呢 我们国家的这个FDI其实达到了近期的比较阶段性的高峰了 当时是有187.9亿美元 所以我们还是要近代12月的数据来 看一段是否有外联的到来 那与此同时啊 中国有两个重要的境外投资者投资通道 就是RQFI还有QFI 也很有可能是迎来新的一个改革 证监会也是表态说 中国欢迎更多的境外长期的资金来入场 那外资方面是如何来看待这些举措的 的确是 这个证监会最近的这个发言 对市场来说其实并不意外了 那根据相关的市场人士透露给我的信息 其实之前希望争取这个RQFI和QFI的更多灵活性 更广的投资范围和更少的投资限制 一直以来都是境外投资者游说的内容之一 实际这个贸易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 中国证券业证券投资业的开放可以说是我们推进的 基本是朝着开放的承诺给予了外资在案的 进行其实更多的准入 那我其实在最近的这一年看到有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这个背后产生的原因也与我们现在看到 外资希望争取在这个两岸 两个这个在案投资机制的更大的灵活性 是有直接关系的 就是随着我们看到更多的外资在国内展业了 那虽然现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准入的这个条件下 还是有一些限制 但是就以相同的业务 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来说 并不是外资的市民公司 大企业将在短期能把投资业绩做到非常好 或者募得非常多的投资基金的 那一个是出来炸道的适应期 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也要审视 也要客观的判断外资的竞争力的问题 如果我是银行或者很大的销售机构 我当然是不会因为外资在海外的品牌 就贸然愿意跟他们做审理的 所以其实一些外资权资公司 是希望能在RQF和QF的框架下 开放给他们做投资在案的这个投资顾问的业务 也算是多一个业务条件 多一个收入来源 那除了土壤之外 种子的质量也很重要了 外资的生存和发展的策略也非常重要 那深耕内地的土壤 那这些在境外创造过成功的企业 才有可能有这个信心说 他们在中国有复制这种成功的能力 今天非常感谢倩文 来到我们节目 给我们做这么详细的解读 谢谢你 倩文